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0月21日 今天在倫敦爆發了一個 也不小規模的遊行 有成千上萬的人 在倫敦市中心聲援巴勒斯坦 這跟英國政府的立場當然是對著幹 英國政府甚至批評BBC 為什麼一直不用恐怖分子、恐怖組織、恐怖襲擊 去形容哈馬斯 BBC說我們這一貫立場都是這樣的 其實在歐美很多知識界 包括哈佛大學之前的聯署支持巴勒斯坦 這種我之前跟大家導讀過 叫做對東方主義的反思 東方主義這個理論 正正就是哈佛大學著名的巴勒斯坦裔學者 Edward Saai 所提出來的 認為西方長期妖魔化東方 包括巴勒斯坦 這些東方民族 所以是西方人壓迫出來的結果 所以現在有些人同情哈馬斯 認為哈馬斯 是被西方人壓迫造成的 因為在1948年之後 以色列建國 以色列建國前 猶太人不斷回到以色列 去購買土地 因為當時 在1918年之後 英國接管了奧圖曼帝國的部分管治領土 而巴勒斯坦地就是特缺人 以前特缺人就是奧圖曼帝國 所管治的地方 裡面住了很多阿拉伯人 以及特缺人 主要是阿拉伯人 這些阿拉伯人住在巴勒斯坦地區 他們認為幾百年來他們都住在那裡 那裡是我們的家 我們不會離開的 但是在英國管治下 鼓勵了很多人回去買土地 大量購土地 購土到1948年的時候 他們就在很多聯合國的支持下建國了 建國後來打仗 發生了中東戰爭 淑罪日戰爭等等的戰爭 幾場戰爭 以色列佔了上風 然後巴勒斯坦人也不放棄 他繼續堅持要發展 要建國 當然這個建國跟以色列必然產生了衝突 因為雙方都認為 這裡是我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土 自古以來的領土 所以這個矛盾也不能和解 即使聯合國主張 以巴如何和平共處 也無可奈何 解決不了 以色列人佔了上風 巴勒斯坦人是不斷革命的 不斷革命 以色列人覺得你們當然是恐怖襲擊 恐怖分子 他就圈起他們 用這個圍牆圈起他們 對待他們的人道條件越來越壞 巴勒斯坦人覺得我越來越壞 我當然要不斷革命 所以雙方造成的衝突是互相升級的結果 這個互相升級的結果就是 其實以前試過走和平路線 以前是走過和平路線 以巴兩個國家領導人 是雙雙拿過諾貝爾和平獎的 但是當時代表需要和以色列和談 要消滅對方 不可以兩國共存 兩個建國都不接受 在以色列裡面 所以哈馬斯的立場就要消滅以色列 他就不像中國那樣 中國說最好兩國論 兩個建國 以巴一起建國 現在巴勒斯坦 建國雖然國際上有相當國家承認 但是以色列就不承認 而所謂建國就在以色列的領土裡面 所以大家談不上 然後談不上 哈馬斯認為要消滅對方 所以在這個條件下 有些人 英國政府就很希望把哈馬斯和巴勒斯坦人分開 就認為哈馬斯這個恐怖組織不代表巴勒斯坦人 巴勒斯坦人也有支持和平的 是有的 但是又很難把它分開 因為巴勒斯坦人和哈馬斯 他們又似乎是 不少人支持哈馬斯 否則的話他們不會透過所謂的選舉上台 而又不會壓低了和平路線後 仍然有這麼多人支持這種激進路線 所以其實在這件事情 立場我們可以分為幾種 第一 要麼支持以色列 反對巴勒斯坦 包括反對哈馬斯 第一 第二 要麼支持以色列 就是同情巴勒斯坦 反對哈馬斯 這是第二 第三就是反對以色列 然後支持巴勒斯坦 或者是支持或者不支持哈馬斯 一般可以分成這幾種立場 當然有些人只是支持哈馬斯 反對以色列 也反對巴勒斯坦人民 但是這種是較少的 但是無論你持什麼立場也好 你必須要搞清楚本質 到底哈馬斯現在說的是什麼一回事 他們做的是什麼一回事 否則你不知道 在歐美一些知識界 因為普遍是左傾的 普遍對東方主義有深切的反思 所以 他們對東方主義深切的反思 就是站在巴勒斯坦人的身上 哈佛大學的聯署學生就是如此 今天在倫敦支持集會的學生 群眾也是如此 但是他們沒有了解清楚哈馬斯的本質 我看到一段 半島電視台 對於哈馬斯的領導人的訪問 半島電視台就是阿拉伯電視台 他們的訪問 其實很坦白的 西方人似乎沒有深切了解 好像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就說支持哈馬斯 安華就說支持哈馬斯 在這一刻你看完這些訪問 了解完他們所說的主張 你還支持哈馬斯 或者同情哈馬斯 認為哈馬斯這種做法合理 其實跟恐怖分子沒有分別 甚至乎你站在中立的角度 我認為跟恐怖分子也沒有分別 你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這是可以同情的 但是你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你將你的不公平轉嫁在別人無辜者身上 這就不能接受了 10月7日的恐怖襲擊 有很多平民 有很多遊客 有中國的遊客 有德國的遊客 千多人死了 二百多人被綁架 你將自己不幸 譬如說有些小時候受到童年陰影的人 經常被老爸打 壓迫 他反抗 我們覺得有道理 但是他反抗的時候 打了旁邊的人 根本你覺得是不能夠理解 不能夠接受 不是 他有整套理論 我打了旁邊的人 是想引起別人關注 是想大家知道 我長期被老爸打是多不幸 所以旁邊的人 他不出聲 他聽到我被人打 他不出聲 我就打了他 這套理論是不合理的 因為你是轉移了你的不幸 去其他無辜者身上 當然你說 如果隔離屋國 近到他天天聽到你被人打 他也不報警 那麼你打他 也是同情地理解 但是有些根本沒什麼聽到 鄰居太軟了 他們沒有了解過這件事情 你也打了他們 這個在道德上是不能接受的 至少在現代社會 他普世價值下的道德 是不能接受的 這種叫懲罰無辜者 所以 之前香港也好 哪裡也好 抗爭 有些人是攻擊平民 攻擊平民是不能接受的 在道德上是不能接受的 當然有些人是超越了道德的 就說我們不講道德 我們只講後果 這跟哈馬斯的領導人所說的話 是一致的 這個呢 他的訪問是怎麼說的呢? 很坦白 這個記者問他 他說 你現在搞得這麼嚴重 10月7日攻擊平民 搞得這麼嚴重 你搞得自己 哈馬斯跟ISIS沒有分別 這件事情有沒有幫助? 那麼哈馬斯其中一個發言人 就叫做馬沙爾 就是這個人 他說我清楚了解到襲擊的後果 解放是需要犧牲的 毛澤東也說過類似的話 在李治衰醫生回憶錄裡面 他記載毛澤東 有說過說 美帝最好扔幾個原子彈來 美帝扔幾個原子彈來 中國就更加團結了 犧牲 死了幾百萬人 讓中國人更加團結 何樂而不為 毛澤東說過類似的話 甚至毛澤東多次公開支持 感謝日本侵話 當然有些人幫他洗白 說毛澤東的說話技巧 都是說反話 但是客觀地他真的說過很多次 多謝日本侵話 就是因為侵話死了幾千萬人 這個讓共產黨發展到 可以奪去江山 所以他多謝感謝日本 這個 你不要管他的動機是如何 他客觀地說過這些話 所以 一將功成萬骨夫 這是事實 但是現代社會你說這些東西 而懲罰無辜者 這個是 壯夫所不為也 這一刻你都不跟他割席的人 肯定是有恐怖分子傾向的 所以哈馬斯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現在千多人死了 記者問他 二百多人被綁架 你就會引致以色列反擊 以色列反擊 巴勒斯坦人 那些平民就會死 又斷水斷電 雖然現在恢復了供電 但是又叫他們緊急撤離 又斷水斷電 反攻的時候 這個導彈 這個炸彈 導彈 長程炮那些 都會讓巴勒斯坦的平民受損 會死的 那怎麼辦? 他就說會不會道歉? 他說我不會道歉 要道歉是以色列 因為他們一直欺壓我們 他就是轉而視線 要你攻擊隔離屋的人 然後他說你會不會道歉? 我不道歉 道歉是虐打我的人 你不要管他的虐打是不是父親了 總之虐打我的人就要道歉了 他的邏輯就是這樣的 然後他還說一番話 這就是令我非常詫異 他就說 解放是需要犧牲的 他舉了幾個例子 越戰 死了多少人? 死了很多人 還有蘇聯 蘇聯 由俄羅斯死了多少人? 死了數以百萬計的人 最後這些犧牲是有回報的 他沒有善到人命 是一個獨立的生命個體 他認為每一種犧牲 每一個人命犧牲 巴勒斯坦人死亡 遊客死了 以色列人死了 這些犧牲是會有價值的 最終巴勒斯坦立國 這些人的犧牲也有價值 當然他們有整套宗教理論思想 他就說如果那些人死了 上了天國就會享用很多處女 或者犧牲了一些平民 上了天國就可以得到永生 這些都是虛無飄渺的思想 然後就滿足這些政治家的野心 要建立一個巴勒斯坦共和國 建立巴勒斯坦共和國不是用和平的手法建立 以前是嘗試用和平的手法建立 結果和平路線被人炸死了 攻擊那些和理非 那些人認為你不夠勇武 和理非都阻礙了 一定要用激進的路線 你不斷走激進的路線 雙方又會因此而升級 最終就會發生人道災難 你打算建國也好 打算實現你自己的理想也好 都希望人民的生活過得好一點而已 如果你有人民精神就會這麼想 但是他們沒有人民精神 他們就是打算要實踐自己的理想 為了自己的理想 可以犧牲幾百萬人 是在所難免的 他講得這麼坦白 所以講得這麼坦白的時候 人們還可以當聽不到 人們還可以當是 雙方都同情了 或者都同情巴勒斯坦了 那些人就是左膠 那就是廉價的同情主義 廉價的 測忍之十 事實上就是 在這個耳巴問題 其實我多次講了 如果他們不是放棄極端宗教思想 走世俗化路線 其實雙方都不能夠和解 因為這個已經幾千年了 十字軍東征 基督教和伊斯蘭教 基督教和猶太教 猶太教和伊斯蘭教之間的矛盾 在過去千幾年 至少 其實是化解不了的 這個絕對是化解不了的 因為 雙方都不願意世俗化他們的宗教信仰 所謂世俗化就是讓人民有自由選擇 這個宗教是可以入教可以脫教的 是可以有自由地相信 這個宗教 跟別人的宗教是可以共存的 你就是生活不了 其實雙方 耳疤問題 當然有幾個問題 第一就是土地的問題 第二就是民族的問題 第三就是宗教問題 如果你是解決了一個問題 宗教問題 民族和土地的問題都不會完全化解 但是起碼沒有現在這麼激烈 起碼沒有現在這麼激烈 雙方都不能容納 因為雙方都視耶路撒冷為聖聖 即使巴勒斯坦現在有建國 他說他自己的首都在耶路撒冷 而對於以色列人耶路撒冷有哭場 西場哭場 是他們的聖地 是他們的宗教的發源地 是摩西當年 帶領猶太人 出埃及 分開紅海而到的 他們有一個神話在裡面 他們深信不疑話 這是無法和解和化解的 這才是兩千年來的根源 耶路撒冷三千年的根源問題 所以這是很可悲的 但是相信巴勒斯坦裡面 是有溫和的人 是有和理非的 而那些和理非只不過在一次一次的革命裡面 被壓榨 因為那些所謂最激進的聲音 他不是視以色列或者其他人 或者美帝 是最大的敵人 他永遠視溫和派為最大的敵人 而攻擊溫和派 當他攻擊溫和派搶奪了話語權之後 他就說可以聲稱代表巴勒斯坦人 而巴勒斯坦人 慢慢接受了這一套 認為溫和真的不行 溫和幾十年都無效 就有一種憧憬 認為一種最激進、最恐怖的方法 是可以走得上 甚至乎現在有些人 你看看塔利班也可以復國 證明用激進、勇武、暴力的手段 可以獲得世界上的支持 事實上就是 你即使可以成功 但是也不可能獲得世界上的同情和支持 一個不能夠獲得世界同情和支持的國家 即使讓你短暫復國 短暫建國 你也不能夠持久 所以你要看哈馬斯 你看看你的立場 看完哈馬斯的人說的話 你還支持 或者同情 或者沉默 沉默 這就是不能夠理解的 不能夠原諒的 好嗎? 今天就講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支持 請大家Like、Subscribe、Share 最後就宣傳我一本新書 新書在香港有聚賢書店 應該是聚賢書室 有預購的 現在台灣已經印好了 在10月18日已經印好了 寄去香港應該在11月1、2星期就有的 但是如果你不預購的話 可能就不會有貨的 所以這個聚賢書室是旺角的小書店 有我的書如求 你就可以上去他的Facebook或者官網看 如果你在海外的朋友 譬如說馬來西亞、新加坡那些 就可以在薄赫萊、金石塘、成品 薄赫萊我是最常用的 就可以買 買完之後就可以去S7拿的 在新加坡、馬來西亞這些地方 如果你在加拿大、歐洲 你去訂購薄赫萊 它可以寄到你 但是用DHL就會比較貴 或者在英國的讀者 可能我要幾個月後坐船運 我訂了相當數量 坐船運來 但是可能要幾個月 你知道船可能三、五個月也不奇怪 又放在修咸頓 可能又放一段時間才可以勾到進去倉 不知道多久 估計可能也要明年了 所以就看看有沒有興趣 有興趣的話就可以訂購 用你自己的方法訂購 好嗎? 多謝大家支持 今天講到這裡 OK 收費平台Patreon還有文字版 至於崇禎皇帝的書被禁了的 我就找到一個舊版 正在安排在Patreon上 和讀者朋友 開心分享 所以我相信作為一個作者 他也希望他的著作廣為人知 現在大陸禁了他的書 因為說崇禎是勤政的亡國軍 似乎有忌諱 所以就禁了 所以我們也要求仁得仁 要幫這個作者陳同教授 廣傳他的學術著作 OK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拜拜